摇杆在商业中的应用 一、通过计算停车场中的汽车来预测零售收入和市场份额 寻找具有巨大投资回报的摇杆应用 投资者发现在大型商店停车场使用费星图像最能让他们的钱赚得盆满钵满 像RSmetrics这样的公司统计停车场的车辆数量 反过来这提供了收益转换率和市场份额的快照 综合考虑这是一个简单的高科技战略 可以为市场分析师提供所需的信息 二、购买房地产时要从上到下 当你在市场上购买房子时 你想要一个完整的房产和周围地区的景色 潜在买家有兴趣在购房前了解学校、购物区和公园 这就是为什么在房地产中使用费星图像是一个真正的增长领域 它还让购房过程中的每个人都能从上到下的看问题 估价师、保险公司和贷款机构 可以通过互联网的便利快速了解房屋 三、捕鱼和提高长期渔业可持续性 从卫星的角度来看 海里有很多鱼 卫星监测海面温度和海洋颜色 因为它们可以只是特定的鱼类种类 当地渔民可以使用摇杆数据实时节省时间和燃料 就摇杆在渔业和海洋环境中的应用而言 我们可以绘制出对水产养殖有害的水滑图 这提高了整体长期可持续性 四、绘制夜间区域经济活动图 我们对夜间摇杆应用进行了热烈的评价 总辐射量可以洞察区域经济、电力供应和收入分配 较高的亮度与国内生产总值相关 也与人类福祉相比较 谁能想到你能通过绘制夜间经济活动图学到这么多 五、利用外形数据规划几柱震动黑钻石滑雪 在加拿大和俄罗斯等国家 该地区广阔全年大部分时间都在冰点以下 山区是滑雪胜地的理想之地 但由于有这么多可供选择的场地 选址更加困难 这就是为什么娱乐规划人员 正在转向激光技术来规划滑雪场的位置 纵横比数据是指山坡索面向的水平方向 角度越大 黑钻石滑雪跑得越多